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年主掌的都是有关出版的趋势 让同仁思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出版的路如何走 今年的题目是高科技下出版的新形态 其实高科技这个词是很难定义 在出版上也不一定是高科技才值得留意 可能更准确的题目应该是 科技 新技术 新的手段 如何切切实实在应用在出版 影响这出版 但是更重要 我自己觉得这种影响应该是能够引起 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香港出版社会曾经进行过香港阅读的调查 从连续三年的调查 我们知道香港阅读的一些概况 包括三年之内 有大概三成人 是一年没看过一本的印刷的书 这种数据跟台湾和内地的城市是差不多 但是那个当中不看书的 有四成人表示 他从来没有阅读的习惯 在香港离开校园后 走进社会工作的年龄段 我们看到不阅读的比例 有上升的趋势 反映香港人的阅读动机不足 这个比例在香港的规模来讲是偏高的 似乎在阅读的作用 意义和价值是不够实在 阅读是可以取代一个损像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 减少阅读 不再阅读 甚至不阅读 读解减少 是今天我们出版界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上海书展是承重的一个盛世 每一年有带两个好书出版 好的内容和图书是出版最关心 我们都是打造为书展打造很多好的书 亚细出版觉得是最重要 当时节是绝对不足够 因为无论内容如何重要 我们还是觉得今天我们的手机 电脑 网络已被广泛的应用 科技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这个习惯 今天的阅读调查 今年的阅读调查 说的最多是什么 就是被访者觉得网上的阅读已经足够 这个比例是接近三成 比去年是增长大概7.6个百分比 所以怎么能够在新科技 新环境 新实态下 将出版和阅读融入一个新的机态 与时并进是不得不想的一些问题 科技如何将出版的定义重新定义 我们怎么思考科技在出版的一些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主题 出版的未来有人说 是看出版能否与科技 特别是网络的结合和发展 融合和创新 且看今天的讲者为我们带来什么的启示 这节目再次重新感谢各位光临 也是期待今天的研讨会完美成功 谢谢 谢谢李博士 请就坐 先生们 女士们 现在我们有请知识服务业专家 快智实验室的合伙人方君先生 上台跟我们分享 有请方先生 好 可以 谢谢 稍等 谢谢 播放在哪里 对不起 播放在哪里 这个 然后这个是可以用的吗 可以的 稍等 谢谢 喂 好的 谢谢各位 很高兴第一次来到香港书展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出版业的人士 虽然我以前在收虎的时候 管过一段时间跟出版有关的频道 但是呢 以前都是同事们来 今天呢 我其实来的是给大家讲一下 是说我们过去的两年中 今天的一个跟出版可能看起来有关的现象 就是所谓的知识付费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过去两年其实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做相关的产品 做一些平台的顾问 以及做一些相关的投资的工作 那么过去两年 我们做的一个知识付费相关的事情呢 我也想了两本书 分别来从宏观的角度和产品的角度 来进行探讨 今天我其实想讲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会讲一讲是说 今天在中国活着这样的一个知识付费 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第二个呢 我会讲一讲是说 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 知识付费这样的一个话题 出现了什么样的产品 第三个呢 我们来讲一讲是说 为什么知识付费 或者知识服务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 有可能会成为 对出版业非常有影响的一个 颠覆者创新 那么知识付费很典型的来说呢 它不是一个出版现象 虽然它今天跟出版业的关联 非常高 它可能呢 我认为 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 第一 它是一个互联网的现象 第二个 它今天 我们最近在准备一个 九月份的时候的 国际期刊业的论坛的时候 我们也讨论到是说 对国际的读者怎么样介绍它 我们也感觉说 这是一个完全的中国的现象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首先 它是跟出版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 它的很多的作者 是典型的 是图书业的作者 然后呢 相关的服务 是跟促进大家读书有关的 同时呢 相关的那些产品的话 你也看得到 它是一个图书的衍生品 之后 当这些产品在互联网上 非常活着之后呢 它会回归图书 以图书的方式来出版 并且呢 获得了比较多的读者 那么我们会看得到 今天这个现象呢 不是说只有一家发生了 而是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发生了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这是得到的产品 这是豆瓣 一个非常文艺的 图书网站的相关的产品 这是喜马拉雅 一个大众的音频平台 做的相关的产品 这是一个 我自己所在的技术行业 面向程序员 面向架构师做的产品 这是百道网 面向出版业 出版业的工作者 做的一个产品 这是我之前的公司 做的面向与互联网 创业的人群的相关的产品 从这些产品为看得到 这样的一个知识服务的 业态在中国 已经慢慢地兴起了 而这样的业态呢 其实从那一开始出现 可能恰好是跟 整个国外的文化发展有关 所以说在人民日报上面 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 可能有七八篇的文章 是讨论 跟知识付费有关的 过去两年可能讨论比较多的是 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话题 那么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一篇文章 讨论的是说 知识服务相的一个产业 可能越来越重视内容 那么我自己呢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也得了一篇文章 是讨论知识付费 跟出版之间 有个什么样的关联 那么我们在观察 过去两年发生的 知识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 可能有四个新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呢 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明星 这些明星呢 是过去的很多不同的文化 学术领域明星的一个综合 一部分人 可能是原来的那些传媒人 比如像吴小波 像罗振宇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过去文化领域的明星 比如像蒋群老师这样子的 像张德峰这样子的 唱书的作家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过去的 可能这个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 这个里面展示了 像金石山这样的人 另外呢 还有一些 可能在座的各位 不会很熟悉的面孔 但他们非常年轻 他们是90后的一代人 他们呢能够用 新一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能够理解的方式 讲述跟理财呀 这样的新兴的话题 他们在知识付费的热潮中 也成为了一种明星 第二个新呢 是关于知识 这个产业开始的时候 被命名为叫做知识付费 所以说很多人在争论说 知识是什么 过去呢 我们谈起知识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是说 知识 老师讲的东西才会是知识 教科书里面的东西才是知识 而今天谈知识付费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极度地扩大了 知识的范围 我们认为呢 可能所有的那些 能够提升人的生活的 提升人的技能的东西 都是知识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做了一个业务 是用视频的方式 教那些七线八线 中国小县城里面的 那些店员们 怎么用气球来制作一个拱门 这样的内容 在过去我们认为 这不是知识 但是今天放在一个 这样中国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知识 因为它可以帮助那些人 来改善自己的工作的技能 它可以帮助他所在的街区 获得一个很好的店 它可以帮助那些周围的人 获得很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认为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所以说我们 在知识付费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我发现我们扩大了知识的定义 第三个呢 新的我们认为 知识付费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买一个知识付费产品的时候 有些朋友就会讲是说 你为什么要花199 去买一个专栏呢 那个专栏明显得很贵嘛 你可以看两本书 你可以了解到所有的内容 或者有人讲是说 你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付钱购买呀 因为互联网上有所有的内容 是 他们的逻辑都是对的 但是呢 今天的知识付费 恰恰走的是不一样的逻辑 过去所有的图书的逻辑 走的是说 这个知识是稀缺的 你看了我这本书 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知识 而今天知识付费的逻辑是说 在互联网上 知识 信息 相关的东西 非常非常丰富 我们呢 在丰富中迷失了 我们需要的是说 有一个人在丰富中 带着我们走出来 所以说 今天的知识付费 它的角色 有一点点像向道的角色 第四个新呢 是新的平台 因为我们讲到 知识付费是一个 典型的互联网的现象 过去这些年里面 互联网改变每一个产业的方式 都在产业里面增加一些平台 那么当它去改造 跟知识 跟出版 跟学习有关的产业的时候 同样的也出现了很多的平台 我们认为呢 可能有零售 社交 工具相关的平台 稍后我们还会再讨论 那么 我们再来看了四个新之后 我们再来看 今天呢 在中国市场里面 说于知识付费的时候 很明显 我们说的是一个 典型的音频市场 那么音频这样的一个载体 为什么会突然的 会成为一个知识付费的 一个特别热门的载体形式呢 我们认为可能有些原因 比如说过去呢 文字相关的内容 一直处在一个免费的地方 所有的用户会觉得说 文字应该免费的 就在少数的 像网络文学这样的领域里面 才有人愿意付费 那么 视频啊 相关的领域里面的 像长的视频 像短的视频的 那些内容呢 可能也是以另外的 业务模式来存在的 而恰恰就是音频 这样的一个市场 过去只有音乐 这样的一个内容 在服务人家的耳朵 大部分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跑步的时候 我们通勤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面 做家务的时候 我们需要 其他的一些音频的内容 过去那个内容 恰恰是 一直是空置的 所以说音频 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翘冲进来了 满足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而且我们会 突然地发现 音频这个空间 非常适合 承载知识的内容 因为一个知识 如果以视频来制作的话 我的视频制作的成本过高 所以说 这两个之间 无法达成一个 有效的匹配 而音频的 这个地方看起来 到今天为止 已经实现了一个 完美的匹配 关于知识费 这样的一个市场呢 我们也认为是说 比如说今年 2018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调研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推测 我们认为是说 可能到了2020年 这个市场的规模 可能会达到 千亿级的这样的规模 实际上呢 我们来看 2017年的市场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报告 它的宣称的数据是讲 2017年 中国的知识服务 这样的一个 知识费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业务规模 可能是 四十几亿人民币的样子 然后呢 同样它推测是说 2018年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业务规模 可能是有 两百亿左右 这样的规模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 往大的发展 其实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从 纯出版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有知识服务 知识付费这样的一个产业 过去呢 我们在谈起 传统出版的时候 往往会说 会有这个大众市场 有专业市场 有教育市场 那么后面 互联网来了之后呢 会有一个整个的 图书出版的 电子化的过程 实际上在过去的 二十几年 电子化的过程中呢 大众市场 其实发展的 并不那么好 但是在专业市场上 实际上今天 几乎所有的论文 都在电子市场上 进行出版的 在2.0的阶段呢 我们看得到 主要的电子化 出现在专业和教育的 市场上面 而今天的知识 付费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我们看得到 这还处在一个 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 但是今天 实际上有可能是在 大众市场上 开始有一些创新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 有没有可能 再往专业 往教育市场上 怎么样来演进 但是今天 我们看得到 在大众市场上 他似乎在大众的 成年人学习这个市场上 撕开了一个 很小的口子 那么我们还可以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谈 今天那个 阅文的罗总也在这里 那么其实 阅文是腾讯的一家 关联的公司 腾讯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说 我们是一家 做连接期 加内容的公司 他的内容呢 其实就包括了 资讯相关的内容 腾讯网 包括了 文艺相关的内容 腾讯视频 包括了 阅文相关的 网络学相关的业务 包括了 游戏相关的业务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些 原来从互联网的 行业出发的人 做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们有个期待 我们期待呢 知识相关的 内容产业 能够成为 数字内容的 第四大板块 今天从业务规模的角度来讲 它可能还比较小 但是我们觉得 过去的数字内容 相关的产业 主要在帮人 消磨时间 而今天知识相关的产业呢 既能够帮人 消磨它的时间 同时呢 又能够制造它的见识 提升它的技能 提升它的工作的能力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产业 如果能够 大幅度地发展的话 它的整个的 外衣的效益 会非常大 今天的知识付费呢 我们认为 今天的知识付费 实际上是一个 传媒出版和教育 三者融合的一个领域 今天的知识付费 所以说我们认为呢 今天的知识付费 虽然我们看起来 它是一个出版相关的产业 但实际上 它会是一个 互联网相关的产业 它真正改变的 不会是出版 它真正改变的是说 知识怎么样传播的 知识怎么样学习的 和知识是怎么样应用的 关于互联网知识产品呢 我们认为 它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物种 那么这个产品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产品 它是叫付费订阅专栏 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地方 就做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问你有没有购买 相关的知识产品 他们会说 我们看到相关的产品呢 都是一些这个 付费订阅专栏 那么一个专栏 开始出现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个 传媒人做的第一个产品 叫李翔商业类餐 后来改名叫 李翔知识类餐 像一个产品出现的时候呢 传媒人有很多很多困惑 一大困惑就是说 这些内容 似乎没有新闻性 会有人愿意 为此付费吗 后来互联网的人 有很多的困惑 互联网的人认为是说 微信公众号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有人去为此付费呢 当然互联网的人 也会觉得是说 网络文学 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小额的付费了 所以今天的知识付费 看起来是一个 小额付费的变种而已 再之后出版人 也会觉得是说 付费订阅专栏 很像一本书 那么教育的人 其实一直以来 对知识付费 有一个批评的意见 他们认为呢 知识付费最早的时候 走的是传媒的逻辑 传播传播 后面走的是出版的逻辑 把一个图书 售卖给读者 但是没有走完 一个知识学习 和传播的闭环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产业 恰恰在质疑中 发展发展 然后后来 大家逐渐地发现是说 付费订阅专栏 可能有四个特点 它的特点是 它有一个强调个人的 它强调体系化的知识 它适合承载的是 一个通识性的内容 以及呢 它最开始 虽然不是音频 但是逐渐地 所有的音频专栏 所有的专栏 都是以音频的形式存在的 其实今天 我们在出版业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觉得是说 付费订阅专栏 有一点点像 长腰书的角色 我们也会发现呢 其实今天的付费订阅专栏 它跟出版之间 有一种很强的关联 比如说 它跟书的功能 价值是有相似性的 不过它有些区别 它呢会觉得是说 它的知识是原于书的 不过它的人群 往往是大于书的 而它的用户体验呢 可能是说 要比今天的图书 要好得多 那么 我们在做 知识费产品的时候 逐渐地发现说 今天的知识费 可能有五种 主要的产品形态 开始的时候 有传练专栏 之后呢 传练专栏规模过大 出现了小端栏 人类的学习呢 一直以来 有这么几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呢 是说我们看教材 之后呢 我们希望听老师讲课 那么相应的 听老师讲课 相关的内容的形态呢 也都转移到了 互联网上来了 变成了讲座课程 变成了 把小班课程 转移到互联网上来的 线上的 训练营相关的课程 其实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过去我们 在学校里面上网了课 到了工作单位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需要 一个师傅带着 在实践中学习 今天的个人社区呢 实际上是说 把原来的 跟着师傅 在实践中学习相关的过程 转移到互联网上来了 形成了一个 叫个人社区的产品形态 所以说这五种产品形态 是要模拟的是说 把人类的学习 转移到互联网上来 这是几个产品的形态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 我们会讨论一些 跟知识平台有关的话题 在知识费 刚刚兴起的时候呢 大家会说 知识费费 可能会有四大平台 但后来逐渐大家发现 是说 四大平台的话题 可能显得过于粗放了 我们会发现呢 今天的互联网上 一直以来有两种类型的平台 一类是社交类的平台 比如说像Facebook Twitter 像微信 另一类的平台呢 可能是这个 零售型的平台 像亚马逊 eBay 金冻 淘宝 天猫 商城 那么知识费 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逐渐发现了 一部分平台 非常像一个社区 比如像知识 这样子的平台 一部分平台呢 比如说你一看得道 你看喜马拉雅 它是一个典型的 虚拟货架形式的 产品形态 由于今天的知识付费 它的内容的生产 内容的购买 内容的消费 都需要在互联网上进行 而那些大型的平台 比如微信这样的平台 它并没有来提供 整个链条相关的功能 因此呢 所以说 就会出现了一些工具平台 来协助大家 跨越这些中间的缝隙 出现了一些像 直播的平台 出现了一些像 店铺的平台 出现了一些 帮大家在互联网上 做社区的相关的平台 第三个部分呢 我会来讲一讲是说 为什么我们认为 今天的知识付费 知识服务 它可能是一个典型的 颠覆式的创新 大家可能意识到了 开始的时候 我比较多的谈的是说 我们用的是 知识付费这样的一个词 但是呢 其实在中国的 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人希望是说 希望把自己的行业证明 我们做的 不是一个知识付费 我们做的 可能是一个 更广义的 用互联网来进行 知识服务的 全新的产业 那么我们会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产业 可能会对出版业 造成很大的冲击 其实出版业 已经习惯了 拿来到的故事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是一个 更重要的 拿来到的故事呢 我拿了一个模型 这是一个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克里森森 做的一个模型 他在1990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模型 然后影响了 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而且互联网产业 越发展 越觉得这个模型是对的 他当时讲是说 整个颠覆式创新 有两种 一种呢 是可能开始的时候 这个产品是一个 相对低端的产品 但是它快速地改进 最后 比这个市场里面 最高品质的产品 还要高 另外一种呢 一个产品出现的时候 是满足一个 非顾客的 也就是说 根本不是满足 我的一个产业的 主流客户的 但是他发展的过程中 非快地变成了 你产业的主流用户 一直在消费的产品 你主流的用户 已经被新的产品 所吸引走了 那么我们来 以知识费出现的形态 来进行简单的类比 比如说我们看得到 非订阅专栏 这样一个产品 它开始出现的时候呢 它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低端的产品 比如新闻性的 没有图书 那么有高的知识含量 但是呢你发现在 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像陈正武的专栏 像薛道峰的专栏 这样的专栏 已经比传统的出版里面的 可能处在最高等级的 相关的图书产品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 一个类型的产品 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可以变成 跟你的产业的 最高等级是相当的 第二个比喻呢 我觉得是说 像这个图书的音频解读 图书的音频解读呢 是说以25分钟 到30分钟的时间 给你快速地讲解 一本书的核心内容 让你不用再看这本书 最早我们这些 喜欢读书的人 听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说 是给了一些 不看书的人看的 但是呢 后来我们逐渐发现是说 如果我订了得到的 全联的读书会 订了知乎的读书会 订了新事项的读书会 我一年可以听到 几十本书的解读 之后 有可能我原来 一年买几百本书 但是我大部分书 只是浏览 我今天浏览的 所有的图书 都可以被这些 读书会所取代 之后呢 我可能只买了十几本 精心仔细阅读的书 这个时候 如果这种情况 真的是普遍地发生的话 那么我们的市场的 主流客户 就有可能会被吸引走了 所以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 新市场创新的状态 那么最后呢 我会用类比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 说我们今天理解的 知识服务 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么类比的方式 通常不太精确 但是呢 类比的方式 可以激发大家思考 我们会认为是说 今天的图书 有点像咖啡豆 咖啡豆呢 拿回家之后 需要有咖啡机 需要有一些方式 才可以有效地 把它变成一个 好喝的咖啡 而今天的知识服务呢 我们会发现 相关的产品 有一点点像胶囊咖啡 胶囊咖啡的话 你不用回家去 打理了一个 很复杂的咖啡机 你可以很简单地 喝到咖啡 同时呢 有一部分知识服务产品呢 有点像胶囊咖啡 胶囊咖啡呢 我们出去的时候 在酒店里面 我们只要有热水 有杯子 我们就可以喝到咖啡 所以今天的知识服务呢 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 来发展 之后很多人在想是说 我不光是想要 酱辣咖啡 胶囊咖啡 我还想要服务 想要有咖啡店 所以说有人想 我有没有可能 做一个新马克 做一个慢咖啡 做一个其他的精品的咖啡店 还有人想说 这些市场的规模不够大 我也没有可能 做一个更方便的饮料咖啡 或者做更方便的 这个素容咖啡 但是把素容咖啡做的 比直接鲜膜的咖啡 还要好喝 所以很多人在 想类似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在 也总结我们自己 做知识产品的经验 我们想到说 知识产品有五个要素 这五要素呢 中间 今天的知识服务产品 都是以内容为核心的 但是外围的服务 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会认为 外面的服务呢 可能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参与感 第二个呢 是引导用户行动 第三个呢 是促成用户之间的 相互之间的互动 我们来以一个 典型的产品为例 有树的那个产品呢 是所谓的有树共读 一群人一起来读一本书 我们看看他提供的东西 他提供的呢 可能是说 我会拿一本好的书来 这个图书进行精心的解读 请一个专家来进行领读 是一个优质的内容 外面的一层呢 他会引导用户 跟我们一起来读书 早上半个小时 晚上半个小时 一天花一个小时来读书 同时呢 我们一周的时间 来完成一本书的阅读 和写一个读书笔记 另外在读书的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在一个社区里面 在APP里面 在微信群里面 来进行交流 形成一个更加深度的阅读 同时呢 更容易把知识变成应用 所以说我们看得到 今天的所有知识服务产品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三环 最里面一环 依然是优质的内容 这是所谓出版业的人 最擅长的 再往外呢 是要形成一个行动的机制 那么这一方面呢 出版业过去 往关注的不太多 再往外 其实就是说 我们希望所有读书的人 希望学习知识的人 能够共同形成一个 互动的社区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三个 休闲的场景来看 今天呢 就是产品 一种场景是电源 电源的话 它可能是在 各种各样子的方面 来提高参与感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 第二种场景 那就是健身房 健身房的话 它里面所有的设施 不管是器械 不管是课表 不管是寻常的教练 还是私教 都是为了引导用户去行动 如果用户不行动的话 他没有办法 获得健康的身体 第三种产品呢 就是咖啡馆 咖啡馆也许会有 优质的咖啡 会有很好的氛围 但是我们去一个 咖啡馆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朋友 没有几个朋友 在那儿聊天的话 我们往往会觉得是说 这家咖啡馆提供的东西 往往是不对的 今天呢 我们看得到 知识服务产品 是在沿着这样一条线落 在发展 最后呢 我引用几个 跟知识有关的话 来做结束 第一个呢 是在最早 在中国做 知识社区的人说的 周园说的 他们想做的事情是说 过去知识 是存在每个人的大脑里面的 但是希望 用社交分达的方式 把这些知识 应收到互联网上 同时呢 把这些知识 制成一个大网 再之后呢 是在中国知识服务 这个领域里面 有很多创新的一家公司 G13和分达 在行这样一家公司做的 G13他有一句话 他说 在互联网上 人家学习的时候 希望更加自由 希望更加个性化 那么他很多人在创新的 就是在希望 达到这一点 那么过去两年左右的 时间里面 知识付费的热门人物 是罗振宇 罗振宇呢 在2017年的时候 他说 今天的知识付费 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技术 大家得用新的技术呢 把原来的知识 重新生产一遍 更具体地说呢 过去两年 在中国市场上 发生的事情是说 大家得用音频 把一部分知识 重新生产一遍 以便我们的用户 大众能够更快地 掌握这些知识 过去 在2016年 知识费刚刚兴起的时候呢 大家往往会说 知识费像淘金 那我们就看看 当时的淘金 150多年前 发生了什么 1848年 1月24号的时候 有个木匠 叫马夏尔的 他在河道边 巡逻的时候 他发现河道里面 有亮相的金属 他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的心 碰碰地跳 因为我知道 那就是黄金 这一天呢 就是美国西部 淘金热潮的开始 其实呢 仅仅过了 两三年之后 你会发现 地表上的黄金 河道里面的黄金 是消失了的 后面你只有说 我能够建立一个矿场 我才能够淘到黄金 或者是说呢 我能够去开采 原来没有被发现的矿源 今天对出版人来讲 就有可能 我们发现 出版是一个 越来越大的知识的矿源 只不过这个矿源呢 还没有被开始开采 我们接着一个比喻来讲呢 我们发现 150年前 人家涌去了淘金 但是呢 当时去的加州 后来是变成什么样子呢 其实过去100年里面 给我们带来欢乐的 就是好莱坞 过去50年里面 未来50年 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科技 给我们生活经济 带来很多改变的 其实是硅谷 今天的知识付费 开始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是说 那是一个淘金的地方 在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已经发现了 它不光是可以淘金 它可能会改变 很多人的 学习知识的方式 改变知识 在代际之间 传播的方式 所以我们觉得是说 知识付费 在中国 它可能是一个 早期的现象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中国的发生 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 全球性的知识学习 和知识传播的现象 谢谢大家 谢谢方先生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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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下来 请坐下来 接下来我们邀请 我们邀请 第四位主持人 Natasha Leung The Senior Publishing Manager of Peace in Hong Kong to come on stage to share with us 接下来我们有请 裴生香港歌高级出版经理 梁若梅女士 上台为我们分享 有请梁女士 Mrs Leung please Good afternoon I'm Natasha Leung from Pearson Hong Ko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for us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here Before I begin I'm not sure whether everybody in the audience knows who Pearson is So we are the world's leading learning company with 35,000 employees across 70 countries worldwide But I'm sure in her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e are better known as Lawmen Lawmen was founded about 300 years ago And we were the publisher of the first 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world And we have been in Hong Kong for 60 years hav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we publish textbooks across different subjects From preschool level to higher education But the Lawmen brand is probably most well known for our English textbooks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students grew up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our textbooks Even in mainland China, millions of students have learnt English in the past 20 years With new concept English But we are no longer just a textbook publishing company Our mission is to help people make progress in their life through learning And we understand that learning can take different forms And we need to involve with changing times and technology And Pearson is no stranger to technology We have been provi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e-books, digital courseware, e-learning platforms, etc. And with the advan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natural that we incorporate AI in our product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AI is not replacing humans Or take over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educ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human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about powerful and positive impact on education But what exactly is AI in education? How can AI help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There are actually two key areas Adaptiv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In adaptive learn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tent in the learning system Can be adapted according to the abilities and needs of different learners And providing everyone with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collection of learning data will provide useful feedback Not only to the learners and the teachers But also to help the system to learn The more data we feed to the system, the better it will become Behind all this is machine learning The fundamental of AI The ability for computer systems to learn from data and make improvements I'm not a tech person So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details behind the technology Let's look at an example from real world instead So this is a Pearson U.S. product for higher education called Watson Tutor It's an AI product that accompanies our U.S. higher education textbooks It's a project in collaboration with IBM using Watson, its flagship AI product Watson is a supercomputer that combi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sophisticated analytic power And can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intelligently Making it ideal as a tutor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clip to see how Watson Tutor can help BC students with their studies I used Watson Tutor for my psychology class And that helped tremendously because I wasn't having to go over reading material and lecture material over and over to understand it The Watson Tutor is a virtual one-on-one tutor that chats with students One student called Watson a study buddy And that really spoke to the fact that they felt like they had someone there while they were going through the material It would ask you a question And if you got your answer right, that was great If not, Watson would come back and then ask maybe a narrow question and get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you can put give me a hint 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you can put give me a hint Eventuall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each individual of students at each turn of the conversation. So based upon what a student says, whether or not their answer is correct, completely wrong, or maybe they are partially correct, the tutor will start to guide them down the path to demonstrate their knowledge. I felt like I had a teacher that I was communicating with. To me it feels like a person, it really does. teachers can also access Watson Tutor to gain insights on their students progress from the instructor view we're actually able to see what questions the students ask so if we start to see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we can adjust our lectures to focus more on those concepts maybe try to find a different way to explain that concept 所以,那是一道具体的比较比较的课例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影的课例 所以,那就是再说一遍 另一个课题比较主要去家 这一个级的课题我们是工作的 它们是叫LomaEnglish Plus 浪文小银 这是一个体系的世界上 在我们Chat上,这次争影的课题 这次, Pearson partners with another tech giant, Microsoft Microsoft has a lot of research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one in Beijing is the biggest outside of the U.S. The main focus of research is AI, and this Lorman English Plus app combines Pearson content and pedagogy with Microsoft's latest AI technologies in speech recogni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understanding, pronunciation evaluation,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etc. The Pearson content assist app is tailor-made for users of our popular primary English series, Lorman Welcome to English. This course is being used by more than 200,000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in over 100 elite primary schools. These Chinese students face one problem. They don't have enough opportunities during lesson time or at home to listen and speak English, and we hope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nglish through this AI-enhanced learning app. There are three main learning areas,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phonics. I'm not going to bore you with the details of all these functions, but I will pick a few examples to show how,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we can help to create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In the vocabulary section, the key words from each chapter in the book are there for revision. Students can personalize their learning pat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If they don't know the words, they can learn or refresh their memories with the help of pictorial or textual hints. If they are confident that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words, then they can take the challenge to test the knowledge. In the end, each student will get a summary of their mistakes and also a personalized word bank, listing out the words they have mastered and the ones they haven't for further revision. Let's take a look at another example unde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read after me section, students listen to the audio of the stories in the book and read after the model, sentence by sentence. After students submit their recording, they will be given a score instantly. But just having a score is not helpful. So personalized feedback is also given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For example, problematic words are highlighted for further practi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is indicated using color coding. Green being the words that are well pronounced, while red indicates words that need improving. This immediate feedback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ir own weakness and know what they need to do to make improvements. Also, unde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re's a slightly more challenging section called scenario dialogue, where students have a dialogue around a topic with the app. That means the app will ask a question which students answer, and then the app will ask another follow-up question for students to answer and so on, making this a situation of dialogue. But of course, this is just at the primary stage, so the dialogue is more controlled and guidance is provided to help struggling learners. Just like in the read after me section just now, students' answers will be given a score automatically. But the scoring mechanism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Semantics is add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answer is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and the final score is a result of this complex matrix. Now let's take another look of another example in the phonics section. Again, students will be given personalised feedback and recommendations. This can be more easily seen in the commonly confused sounds section. These are pairs of sounds that Chinese students may have difficulty differentiating. Students read aloud a list of words with these sounds, and then the system can tell how well they can say these commonly confused sounds clearly and accurately. Again, there's a complex algorithm behind the scoring system. It can help to diagnose common errors made by Chinese students and provide suitable follow-up recommendations to help them improve. All the above learning data will be provided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different reports. For students, they will have their ow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ess reports and mistake summary to guide their further studies. For teachers, they can have an overview of the class performance, and they can take reference of the common errors made by the class and provide relevant help and support later on. This app is just at the pilot stage, and we are collecting feedback from users to help it learn and improve,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Pearson's journey towa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ur vision is to become a lifelong partner to learners, and we hope that with the help of AI and learning data, we can support learning when and where needed and in the form that suits each individual learner. In this way, we can truly achieve our mission of helping people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lives. Thank you. Thank you, Ms. Leung, for the inspiring stage. So last but not least, may we now invite Mr. Lo Li, the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come on stage to share with us. Now, we have a welcome Yuen Wen集団 高級副總裁羅力先生 to share with us on the stage. Thank you,羅先生. This is the subtitle. 非常感謝大家,也感謝主辦方的邀請. 這邊我來分享一下關於 Yuen Wen集團在數字閱讀的這一方面, 也是探討未來在高科技之下數字閱讀的一種發展趨勢. 其實我們先看一看,其實網絡文學發展, 或者說數字閱讀發展到現在應該不會超過二十年。 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間內, 整個的,至少在網絡文學層面, 在數字閱讀層面, 其實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變化。 而且現在我們即將經歷第四次變化。 那四次呢,其實第一次就是我們第一次將傳統的紙字的書本搬上了網絡。 就是產生了數字閱讀這樣一個概念。 這是第一次。 那麼第二次呢,差不多應該是在2000年的, 2000年的前後,或者說是在08年的前後, 我們經歷了由傳統的這個PC的網絡時代, 變成了移動互聯網的時代。 這個主要是得益於我們智能手機的產生。 在智能手機之前, 其實大家還是通過比較傳統的巨大的電腦來完成閱讀的體驗。 那麼其實第三次的變革呢, 其實倒是跟工具沒有什麼關係的。 純粹是在網絡的作品的運用層面發生了變化。 也就是目前在國內,在大陸地區比較興盛的, 這是所謂的泛娛樂時代, 或者叫這個IP的全產業鏈開發時代。 那麼通過網絡產生的內容, 再次回到了整個的IP的開發體系當中去。 由此由網絡學為起源, 誕生了大量全新的動漫影視遊戲的作品, 完成了這個由文學作品向這個下游的大文化產品轉變。 當然其中也蘊開了大量的變現手段的這樣一個巨大變革。 那麼我們想說現在我們經歷了一個全新的現代, 其實更多是又是回到了原來的技術層面。 隨著現在這種各種高科技的手段的誕生, 以及我們這個人工智能AI技術的誕生, 其實對於我們的閱讀又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影響。 而我們整個閱文也在研究跟分析 目前這些新技術手段所帶來的這樣一個巨大的變化, 以期待在新的時代能夠跟上這個潮流, 或者說繼續引領整個的網絡閱讀。 其實我們回顧在過去16年的這樣一個運營的經驗, 其實我發覺說其實網絡文學可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地帶。 因為假設以國內的互聯網或者大陸地區的互聯網來為例來說, 傳統意義上來說,我們經歷了1.0的門戶時代, 2.0的個人站點時代, 以及現在的3.0的這種移動互聯網的碎片化的時代。 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淘汰了大量的過去非常有知名度的網站。 雖然有些網站可能它暫時沒有被淘汰, 但是無論從發展的潛力, 還是它目前的知名度來說, 也遠遠的落後於現今這樣一個時代跟整個的潮流。 但是在文學這個領域, 你看得說2000年左右誕生的這個七點中文網, 一直到現在的閱文, 它非但每一次都沒有掉對, 而是在每一次的潮流上都站在了潮流的當中, 一直到說一家誕生了16年的互聯網企業, 反而現在成為了整個市場追捧的目標。 那我相信在整個的大陸地區的互聯網中, 應該也是絕無僅有的。 因為差不多以我們同期為誕生的這種互聯網的公司, 或者它已經功成名就, 比如說早一點的新浪, 網易等等, 搜狐, 要不然它就基本上會被整個時代埋葬了。 就是很多當年的網站, 比如像這個當年的校內網, 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包括像人人網, 不是現在的人人視頻啊, 是人人網這樣的公司也已經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反思這樣一個16年的發展的話, 你看來是說其實可能它並不是因為網絡文學有特殊性, 而是我認為說可能在整個的閱讀上面,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特殊的行業。 它可以經歷不同的工具, 經歷不同的階段, 但它的核心底層邏輯都是沒有變化。 它還是內容來自於作者。 我們的這個來源, 去向永遠是讀者。 只是我們通過不同的這種工具和手段, 甚至包括之前的這種傳統的印刷出版, 它都沒有改變這樣一些邏輯。 而從需求來說, 可能在所有的這種娛樂化的需求裡面, 閱讀也是一種最最基本, 並不是低端, 而是底層的一種娛樂方式。 所以這樣就導致了說, 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通過閱讀, 獲得知識, 獲得文化的享受, 以及獲得這種內心的滿足。 所以我們可能經歷了一次兩次三次, 甚至四次五次的技術手段的變更, 或者說運營模式的變更, 但是我們喜歡閱讀的人群, 卻從來沒有減少。 這個需求, 我相信在未來也不會被消失。 那我們看看這個四次手段, 包括人工智能, 在未來的話會有哪些表現? 那我們分析下來的話, 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 那第一個層面是內容的智能化生產, 它是為內容的智能化生產服務的。 那第二個呢, 是為數字閱讀的個性化服務的。 那第三呢, 是人工智能的, 它有新的交互的趨勢。 那我們先來分別解釋一下, 這三個是怎麼理解呢? 我先看內容的智能化生產服務。 其實如果我們把作家產生內容, 當成一種文化生產的話, 那麼, 傳統的作者, 其實我們認為是非常非常的苦惱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寫好一篇文章, 或者一個故事的話, 或者是一種知識的話, 傳統作者要寫書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你要寫一個學術類的書, 可能是需要幾十年的积累, 才能可能诞生一本讓大家認同的著作。 即便是你寫小說, 也需要有非常豐富的生活积累。 如果你不信寫的是歷史小說的話, 可能它還要去查大量的史料。 如果我記得印象裡面,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些寫歷史小說的作者, 它可能都要坐著飛機, 飛到像大英博物館, 美國的這種大的博物館去查一些中國古代的資料。 這個非常遺憾, 很多資料都不在大陸。 這樣它才能寫一本讓大家能夠滿意並且非常優秀的歷史小說。 但是在現在未來或者現在以及未來的智能化時代, 其實這種內容資料的收集過程, 其實在我們通過通過網絡以及通過大量的自動檢索, 我們都可以自動地為這些作者生成一個數據的知識庫。 他們只需要通過這些知識庫跟數據裡面去挑選自己需要的資料, 就可以在家裡面完成對於這些資料的整理。 這個又一向古人說的就是修財不出門, 可以知道天下事情。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現在以及在未來, 我們整個的粵文提供給作者的這個資料庫已經越來越豐富。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們可以發覺說大量的歷史類作品, 現在的這種數量以及質量也就大大的提升了。 這就是一個通過互聯網的手段, 通過高科技手段來完成資料系列的這樣一個作用。 那第二個呢, 其實還很重要的就是數據的你不僅僅要收集, 還要篩選。 因為剛才我們第一位嘉賓也講過了, 現在整個互聯網不是沒有內容, 就像以前說內容不夠, 而是內容太多。 多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都不知道, 如果有兩個自相矛盾的數據, 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 雖然比如說國外有維基百科, 大陸也有百度百科, 但是我們經常看到說這些百科經常被人編輯, 因為總有人認為說你說的這些東西都是不對的。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讓作者知道說, 我到底學用哪一個資料才是真正正確呢? 可能在以前是比較難做到的。 但是我們可以再想一想說, 是不是我們最近有一個很紅的詞叫區塊鏈? 那通過這種非去中心化的區塊鏈的方式, 讓大家來幫你去認證這個資料, 是不是要比現在這種維基百科跟百度百科上面提供的內容要更加準確呢? 因為這種方式的話, 僅僅取決於說, 到底有更多的人認同的東西視為真。 這在某種程度上, 只要你的樣本越多, 那也意味著說這個資料可信度, 正確率的概率也就會越高。 當然有人會說, 可能這個真理是掌握在少數人這一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就, 這個問題可能就沒有辦法去討論, 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來說, 應該說多數者還是比較正確的, 特別是一些公開的固定的資料。 那第三個呢, 就是營銷推廣上的變革。 其實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發覺網絡的出版, 網絡的閱讀跟傳統的閱讀, 一個最大的變化, 就在於它的推廣的一個自由化, 跟推廣範圍的這種深度化和廣度化。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是一個傳統的出版社, 要出版一個作家的作品, 那它有什麼推廣手段呢? 如果在大陸的話, 可能它只能通過新華書店的招貼, 找一些讀者, 就是說閱讀評論家, 發一些評論的文章。 當然現在到了互聯網時代, 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公眾號來發一些評論。 但是這種方式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相對來說, 我們是做出版, 不是做娛樂, 做影視。 娛樂可以有差不多50%到100%的 這種製作成本配比來推廣它的電影和電視劇。 但是在出版上, 我相信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在一本書上的推廣資金, 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而在這樣的互聯網目前流量非常貴的情況下, 做互聯網營銷幾乎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 隨著現在新技術的發展, 我們有了比如說WeChat這樣的工具, 比如說我們有了WeChat裡面有公眾號這樣的工具, 我們也有了在國內KOL這樣的概念, 所謂的KOL就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粉絲基礎的, 這種知名的網絡的紅人。 通過這些方式, 我們其實可以獲得, 如果能獲得他們的認同的話, 你們可以獲得一個非常便宜的這種宣傳的流量, 以及非常好的一種推廣方式。 因為這些幫你宣傳的人, 都是可能是你這些內容的粉絲, 或者是你的內容的支持者, 他們有一種非常自發的方式, 來幫你去推廣你的內容。 這種方式其實在過去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就好比說, 如果你的鄰居是你, 你寫了一本小說, 你的鄰居是你的粉絲, 可是你的鄰居能下多少人推廣呢? 我相信他可能只能向他的三十位朋友以及同事去推廣。 他的個人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是在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有一位有十萬粉絲的KOL喜歡你的作品, 那麼他瞬間就可以把你的這一個出版的消息, 數字出版的消息, 推廣到這十萬個人當中去。 先進去的手段在運營推廣上, 可以給我們帶來的便利跟這個傳播的巨大影響力, 是過去完全不可想像的。 那第二個呢, 這是數字閱讀的個性化服務。 其實這一點呢, 相對於剛才我说的為作者服務, 或者說是為更加的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做一本書, 或者出版一本書, 最終還是希望它能夠更多的被大家接受。 或者再直白一點說, 還是要更多的人把它去購買的。 但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時代, 包括我們做數字出版的人在內, 怎麼解決讓用戶去接受你這本書, 是永遠是非常永恆的一個話題, 跟值得我們去花時間探索的一種, 要去解決的一種問題。 那在目前的這個, 或者在過去的話, 其實剛才說的, 你只能通過一些推廣, 通過一些名家的方式讓大家來看。 但是一種被動式的接受, 因為你得到信息是被動的, 信息推送是種種的, 可是你得到信息的人, 得到信息的方式是被動的。 但是在現在的話, 我們可以同樣, 雖然你也是被動式的得到信息, 可是作為信息的推送者, 可以通過對於大數據的整理, 挖掘跟分析, 更主動地向你推送信息。 簡單地說, 比如在我們的系統內部, 比如粵文集團的網站內部, 我們可以根據你過去所閱讀的習慣, 喜好, 你閱讀的類型, 喜歡看的是喜劇啊, 還是悲劇啊, 或者說是喜歡看一些幻想類類啊, 還是現實類類啊, 或者說你是喜歡的是, 是偏年輕一些的呢, 還是要偏更加成熟一些的, 種種的這種分析跟數據的整理, 可以把你所可能喜歡的, 但是還沒有看過的小說, 主動地推送到你的面前。 並且我們可以把這個小說的簡介, 也設定的偏向你的個人的興趣愛好。 那這一點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通常會拿起一本書的話, 除了封面以外, 我們會看的就是簡介。 如果你寫的並不好的話, 那這本書被放棄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未來的技術整理其實是可以幫助到出版商, 或者像類似像我們這樣的平台, 去分析一個用戶到底喜歡看什麼樣的作品。 甚至在比較極端的話, 我記得在上海, 因為我們公司在張江, 那上海的張江其實也在搞這個對於智能化閱讀的分析, 也就是說他通過人工智能的方式去分析一本書, 它所裡面去結構它, 它並不是通過所謂的內容小說的這種元素來結構的, 完全是通過裡面的內容或者說使用的文字來結構。 比如說你使用的形容詞, 比如說你使用的這種語氣詞的概率, 來確認這一本書的一個符號跟屬性, 那麼從而能夠更加貼切地去傳達給, 精準地傳達給我們的目標用户。 那這樣的話, 可能當用户接受到一個推薦的時候, 它能夠接受的準確率能夠提升到50%甚至更高以上。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所謂的個性化閱讀時代就會產生。 而且與之配套的, 你會看到說我們可以完成個性化主頁的定制。 那什麼叫個性化主頁定制呢? 我們想像一下, 通常情況下你打開一個網站, 跟你的朋友打開同一個網站, 看到的東西都是會一模一樣的。 可是在現在這個時代, 由於你跟你的朋友可能在有一些選擇, 喜好上是不一樣的。 那未來, 可能你們兩個人打開同一個網站的主頁的時候, 上面看到的東西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誰會研究的最好, 做得更好呢? 是那個, 應該說是購物平台, 網購的網站。 他們是做得最好的。 如果有在內地廣購, 或者說在香港你廣購的話, 打開亞馬遜, 或者像淘寶, 天貓, 京東這樣的網站, 首先你會看到說, 可能你跟你的朋友打開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其次, 儘管你可能, 假設你在一個網站上搜索過一樣商品的話, 可能你會發覺, 你在很多瀏覽的其他網站上, 看到的廣告, 如果是他們提供的話, 都有可能是你搜索過的同一類商品。 比如說我之前搜索過一個酒櫃, 結果我發覺, 當我打開網易的新聞客戶端, 打開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客戶端的時候, 在裡面的京東廣告, 一直給我推送各種酒櫃的信息。 這就是大數據, 這就是人工智能。 那未來我相信, 隨著技術的成熟, 那我們在整個的閱讀上, 也會進入到這個時代, 儘管閱讀分析非常難, 因為我們知道說, 人工智能寫小說呢, 現在略有成績, 有些小說寫得不錯, 可是你要讓機器明白這個小說講什麼, 是否能讓這些符合哪些讀者, 其實機器還是挺為難的。 但是我相信隨著這個技術的進步, 時代的進步, 這一天至少是會到的。 那麼換句話說, 未來我們就可以宣布說, 每一個作家只要你寫出一本有價值的作品, 我們就可以非常精準地找到你的用戶到底在哪裡, 只要這些人還有閱讀的習慣, 只要他還在上網。 那第三個呢, 就相對又更加玄妙一些的, 我們叫人工智能下的全新交互趨勢。 那麼首先看交互這個概念, 其實最早是由计算機產生引出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最早的交互是什麼呢? 我們比如說, 以前我記得我學過計算機, 那我的老師跟你說, 計算機有輸出設備, 有輸入設備。 而我們這些輸出設備跟輸入設備, 當時就是比如說顯示屏, 打印機, 我們的鼠标, 鍵盤, 這個就是交互設備。 我們通過這些設備呢, 跟計算機進行交流, 獲得我們要的數據跟內容。 而在人工智能的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說, 由於新技術的發展, 我們可能交互的手段, 我們獲得內容的手段, 跟技術也會發生產生不同。 簡單說,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由於數字閱讀時代的誕生, 所以我們的交互手段, 由原來的紙字出版印刷的這種圖書, 變成了現在的顯示屏, 變成了我們的手機, 變成了Pad。 那這個還只是, 應該說工具的變化, 由原來的紙書, 變成了各種各樣的終端。 那第二種交互方式呢, 我們說現在還有一種, 在國內還在流行, 當然其實國外也很流行, 就是比如說大家看到的, 蘋果的語音的這種音箱, 或者索尼的這些音箱, 通過人工語音,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音箱, 控制家裡的很多很多的智能設備。 那麼, 在這個上面, 那閱讀上有沒有呢? 其實如果閱讀也是有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 在大陸這邊非常流行的叫聽書, 就是由原來的, 你用眼睛去看一本書, 變成了用耳朵去聽一本書。 那現在的聽書還比較的初級, 這個聽書呢, 僅僅是, 可以說是原來這種傳統的說書記, 異意的在互聯網化, 就是把別人說的一些作品, 搬到了網絡上來。 但是隨著人工智能的研究, 也隨著音频技術的研究, 其實很快大家會發現說, 機器朗誦的小說, 真的不會比人差太多了。 那可能90%的人, 如果你覺得機器朗誦的東西, 會更便宜一些, 願意接受稍微, 有一點瑕疵的音頻作品的話, 那可能人工智能很快就能提供大量的音頻作品。 那麼換句話說, 在所有大家不方便聚入眼睛看的場所, 比如在開車的時候, 比如在你做工作的時候, 比如在你做家務的時候, 你都會用聽的方式來獲取圖書的內容。 那這是一種可以現在直接有看得到的交互方式。 但是未來說有沒有呢, 其實還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過去的幾年很熱門的AR跟VR。 那未來也就譬如說, 不僅說可以聽, 我們一邊聽還可以一邊看。 甚至於說, 未來如果我們不是上升到藝術階段的話, 很多小說的場景甚至可以讓虛擬的現實給你掩飾出來。 特別是在一些知識付費的領域。 別的不管說, 我相信未來如果要虛擬一段, 做菜的技能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廚師要拍一段視頻, 可能未來直接給我給你掩飾出來。 所以很多新的交互方式在我們這個時代層出不窮。 而我們的閱讀, 我相信未來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只至看這樣一個層面。 如果我們放大的話, 那我們閱讀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在或者說是我在過去其實跟內地的一些專家, 或者說是一些分析者在說, 我說其實閱文提供的閱讀, 在過去僅僅只能是通過數字屏幕來看。 但是隨著我們自己改編內容的誕生, 那我們做了動畫的產品, 漫畫的產品, 做了網劇的產品, 做了電影的產品, 其實慢慢地已經把看小說這個看字, 變成了小說內容的漫畫化, 小說內容的動畫化, 小說內容的影视化, 甚至小說內容的遊戲化。 我們通過那麼多的文化產品來重新把它換成一個核心, 就是來重新通過這些文化產品來體會到說, 作家寫這部小說的核心思想。 其實這一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叫範幹言的閱讀。 那這一點其實也是閱文未來也會去努力去做的。 因為我們必須承認說, 有一些看文字的確是一個非常枯燥, 非常寂寞孤端的事情。 儘管它是一個最基本的需求, 我相信就像我們對外說的, 我們大概有三到四億的用戶, 但是一直是我們閱讀的支持者。 可是以人口論的話, 我們同時也會看到說, 有將近七到八億的用戶其實是不怎麼看書的。 那他們雖然會有一塊屏, 什麼屏呢? 就是手機的屏。 但是他們只會通過手機的屏去看一些小視頻, 看一些小的文章的段落, 看一些影視劇, 看一些動畫。 那麼如果你們放棄它, 也就意味著說, 這個作者的思想, 以及這個作者寫的故事, 再也不會被這七到八億的人接受。 可是如果你用別的形式, 把這個故事表現出來, 那麼我們也可以說, 你一個故事的潜在用戶就是十三億人。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要通過全新的技術手段, 以及全新的這種交互方式來得到體驗。 那麼這些體驗完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說了AI數據的重要性。 我們剛才說到了改變, 說到了新的體驗方式。 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可以獲得這樣的機會被更多的人看到呢? 那麼這裡面就是數據在裡面起到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說到數據, 往往會說到大數據, 但是其實有的時候, 或者至少在現在, 不至於還用到大數據這麼大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的小說在後台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用戶數據。 這些用戶數據會告訴我們幾個指標。 幾個指標是說有多少人來看它, 這些人又是什麼樣的年齡層。 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哪裡的人? 是北方的人? 還是南方的人? 是大城市的人? 還是三四線小城鎮的人? 那這些數據匯總起來, 就會給未來的改變, 未來的文化衍生品, 帶來一個非常明確性的指導的這樣一個作用。 打個比方說, 我們說國內說到大IP。 那麼叫什麼是大IP呢? 那至少在數據上, 閱讀的人一定要很多很多, 對不對? 這才是大IP。 那大IP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並且在整個的版權市場上會得到推崇。 大IP跟普通的IP, 這個裡面的差別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 巨大到說大家沒有辦法去想像它的差別。 我們打個比方, 現在國內一個影視版權, 我們只說影視版權。 最頂尖的影視版權, 現在我掌握的數據的話, 基本上幾乎接近一個億。 我聽說最近一個最高的成交紀錄是八千萬。 但是我們也同樣看到如果是一個非常非常默默五問的作家, 他有可能也有機會獲得改編的這種機會, 改編授權的機會。 但是他的授權價格呢可能只有二十萬。 那就是二十萬跟八千萬的區別。 而這個區別的背後就取決於數據, 取決於他有多少用户的支持。 那同樣, 那我說是不是數據也差不多的人, 差不多的這個內容, 是不是這個授權價格也會一樣呢? 我說也不一定。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還涉及到說, 同樣雖然是你們用户數是一樣, 可是你對應的是什麼樣的用户。 我再打個比方, 如果你們去看國內比如說騰訊視頻的數據, 他們也會分歧說, 我的用户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通常意義上來說, 騰訊視頻對外會說, 我們的用户大概是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女性观众為主。 而這個女性观众呢, 可能大城市, 儘管用户比例很高, 可是大城市的人口也有限。 那大多數的用户是來自於三四線的城鎮。 好, 這兩個數據, 女性用户三四線城鎮, 也就意味著說, 我提供給她的內容, 就不大可能是像美劇, 日劇, 這種英劇這樣高大上的東西了。 我們可能更多是所謂叫, 用一個比較大家聽意的詞, 叫接地氣的, 世俗化的這樣一個內容跟作品。 甚至於說, 如果你不幸是個都市劇, 很可能二十年前的熱門產品, 比現在的熱門產品可能更受歡迎。 因為可能小城鎮跟大城市就有十幾年到二十年的差距。 所以數據會告訴你說, 在這種情況下, 哪些東西會更好賣, 更適合於給他們, 所以你的改變價值就高。 而哪些東西呢, 雖然你很受歡迎也很熱, 可能, 但是現在可能還要等一等。 我可能買下來會以後改變。 那既然是以後改變, 你的價格就不會那麼高。 所以這一系列的背後數據分析, 最後還到這裡就是我們的閱讀改變的一個基礎。 就比如說, 這邊看到兩個例子。 我們一個動畫上面, 有舉了一個朵破苍穹。 在我們的這個網劇方面, 我們放了一個門七美食。 那這兩個都是今年, 在中國國內很紅的兩個改編的案例。 那朵破苍穹這個案例呢, 是目前國內網絡動畫, 就是青少年向的, 成年向的動畫數據最高的一個案例。 那因為我們分析說, 現在在網上, 我們希望, 不是傳統上看動畫的小孩子來看, 我們希望是能夠把年齡更高一些。 這樣的話呢, 未來他在這個商品端, 他有更多的機會。 那所以, 我們把這個上面就定義說, 它是一個男性的作品, 它是一個少年向的作品, 它同時又是個熱血向的作品。 也意味著說, 它是主要是男性觀眾為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沒有去跟愛奇異合作。 我們也沒有去跟, 大家現在很有名的Bilibili合作。 因爲什麼呢? 愛奇異是一個女性用户比較多的網站。 因為它的用户數其實比騰訊更多, 女性用户數比例更高一些。 那Bilibili的話, 是一個傳統的二次元的網站。 它的用户數會偏低, 而且它更加的偏日式化。 那分析完這一點之後, 他們說, 這個可以去跟騰訊來合作。 因為雖然騰訊的女性用户也很多, 可是它依然有大量的這種年輕化的男性用户。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男性讀者, 男性的觀眾, 進入到這個動畫裡面, 讓那些原來不看動畫的人也看動畫。 那同樣, 那蒙奇美食也是這樣, 因為它是一個女性的美食的主題。 但是因為是女性美食主題, 它相對是一個比較新穎的這樣一個案子。 傳統上來說, 以食材為主的, 以做菜為主的這種影視劇, 動漫有影視劇其實很少。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當時也是說分析下來說, 可能跟騰訊跟愛奇異都不是太匹配。 而幽土願意嘗試這種全新的案例。 而且它的用戶來說也是相對發展得比較新。 所以最終我們通過在優股平台上的這樣一個投放, 事實證明說也達到了我們的目標。 所以好好地分析後台所對應的數據呢, 能給你的改變帶來非常明確的指向性的方向。 這個是我們總結出來的一個經驗。 那另外, 我們看到說, 現在還有特別是在二次元領域很紅的一個叫虛擬現實, 就是人工智能。 那麼這個虛擬現實的話呢, 我們又把人工智能去連接了一個全新的文創行業。 那文創呢, 其實也是國內先最近提出的一個全新的名詞。 所謂文創就是文化創意。 因為我們在過去講, 最早講IP, 後來講全產業鏈, 後來講泛娛樂。 那泛娛樂現在也不提了, 我們就要提文創。 那文創文創自然裡面也涉及到就是一個創新。 必須裡面也包含了新技術跟新的模式。 那我們會發覺說, 為什麼現在虛擬現實這個技術大家又紛紛地非常重視了呢? 那麼這個引出的一個概念是, 因為我們現在國內擁有流量的演員太貴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演員如果你非常有名氣的著名偶像演員的話, 拍一部劇的價格可能是以億人民幣來計算的, 甚至都不是一億, 有可能是到兩個億。 普通的人至少也是一千萬, 或是大幾千萬, 就是說五六千萬, 那用他們去做廣告呢更不現實, 因為他們的代言費也非常非常的昂貴。 而往往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粉絲要購買的是基於這個產品的這張臉。 什麼概念就比剛剛我說的陡婆苍穹。 他要的是陡婆苍穹裡面這個主角的這張臉, 而不僅僅是這個角色。 但是我們知道一個真人演員是完全不可能用這個角色的名義去做代言的。 但是這個授權在國內目前來說還沒有人能夠拿下來。 即便是拿下來的話, 價格也非常非常的昂貴。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麼也意味著說, 同樣具有高人氣流量的虛擬的形象, 就有了用武之地。 因為這張臉的版權是從属於我們的製作公司的。 相對於說它的授權是比較開放, 也是可以隨意使用的。 當然我這個隨意是打個引號的, 它也是有一定的標準。 那這也是現在在中國大陸, 很多公司紛紛去研究虛擬偶像的一個原因之一。 因為這個是太貴了, 所以市場倒逼技術發展。 那在這個上面呢, 我們可以說, 我可以分享一個新的技術。 現在大概我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做到說, 一旦這個形象設定完成了以後, 以前是怎麼做的? 坐在後台, 像做動畫一樣, 把一段的內容做完。 然後呢, 假設一些情況, 給出一些反應。 它可能給你做的互動是有限的。 但是現在的全新技術可以做到實時互動。 也就是說如果用這些虛擬影像做一個見面會, 或者做一個演唱會的話, 你可以現場提問, 可以現場表演, 可以按照你現場的不同反應, 實時地完成各種動作。 這也是在這個時代一個非常全新的技術。 所以我相信如果到未來, 這個實時地反饋再加上了AI的話, 那這樣一個虛擬偶像, 其實跟真人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 它可能就是一個非常有人氣的機器人。 那麼當然我說的這些都是現在已經發生的。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想的話, 二十年前是沒有辦法想像現在的社會的。 因為那個時候手機也僅僅只有模擬機, 連數字信號都沒有。 但是現在每一天每一月都有不同的這種全新的技術產生。 而這些技術其實最終都是為我們人類服務的。 雖然可以說在商業領域也好, 或者說在文化領域也好, 閱讀並不是一個擁有粉絲或者用戶數最最巨大的領域, 但是我們同時也會說閱讀是一個永恆的領域。 因為技術會變化, 每一次的變化都會造成一些應用的產生, 以及一些應用的消失。 但是唯有閱讀這件事情, 我相信只要人類還存在, 它是一定會永遠地存在下去, 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所以我們看到說我們只有閱讀體驗的變化, 閱讀手段的變化, 比如說從《傑森記事》到《竹简》, 再到《紫書》, 再到現在的《雲上的圖書館》, 一系列的終端。 未來會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大家或者說我會堅信說, 越來越多的新技術跟新的可能, 新的模式都會逐步逐步地 會容納進我們的閱讀範圍。 那我們要能做的是唯有把我們的眼界, 或者我們的這種學識去打開, 去擁抱那些新技術, 把它納入或者說是囊括進我們整個閱讀範疇。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覺說, 我們的讀者是如此的眾多, 我們這個行業也是如此的繁榮。 用一個之前在中午我舉過的例子來說, 大家可能不知道,或者說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在200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地區的公開官方數據是說, 每一個中國人的每一年閱讀量都不到一本書。 但是事實情況呢,並非如此。 因為我們最新的統計的話, 如果把所有的數字閱讀, 以及各種各樣的, 比如說知識付費啊,那種聽書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東西算上去, 其實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閱讀量遠遠會超過三本書。 這個閱讀量其實在全世界的排名來說也並不低。 只不過是我們到底怎麼去定義書, 怎麼去定義閱讀。 來,謝謝大家。 感謝羅先生給我們的分享。 現在我們是開始討論環節。 我們有請香港城市大學, 副社長陳嘉陽先生, 以及另外三位的那個演講嘉賓, 方先生,梁女士, 以及羅先生到台上參與。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要咱們 我們現在要請我們 我們現在要請我們 請我們來製作ст 請我們請請請 先生,我們請請我們 我現在將來移動棚位置 謝謝 Testing 聽到是否大家 各位胡安 很抱歉我用普通話 今天我都不用說得不太好 每年我做這個論壇的主持 我都很開心的 因為我是通常可以滿足我很多願望 包括今天下午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這個是你們不可以做的 就是我在這裡要做一個selfie 跟我們三位朋友 有一個原因等下跟你們談 準備好了 各位可以 好 一二三 OK 其實是這個 因為我剛才聽完了 他們三位嘉賓的分享 我覺得最好是自己先拍一個selfie 因為我想將來 可能萬一我沒有工作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照片放在網上 可能有大數據 可能有AI 就是可能找到 原來我曾經跟羅總 曾經跟方總 曾經跟梁小姐拍個照片 可能我將來的機會 會比較多一點 其實今天如果你是每年都來參加這個論壇的話呢 你應該很清楚 就是我們這個論壇的 這一部分都是有一個 怎麼講 就是Q&A的Session 一般來講 你們都是比較害羞的 所以你們一般都不會問問題的 所以呢 另外一個我很興奮的 就是我可以先問問題 那我就 如果你們沒問題 那我就一路問下去 如果有的話呢 我知道是你們有一些筆跟paper 給他們寫的 對嗎 那你們自己搞吧 這個事情 我今天就是 在過去搞了很多年論壇 我也很幸運可以做這個主持 我今年的特別期待 因為今年的題目 包括談的東西都是 就是跟我的生存 生存 對 跟我的存在呢 很大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 剛才 方總告訴我 原來呢 原來呢 很多啟發就是原來 即使是真的可以收費的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做出版 除了賣書 一個physical的一本書之外呢 很多時候我們去想很多方法 去搞一些knowledge 怎麼可以賺錢呢 其實很難的事情 但是方總剛才給了我很多啟發 第二個呢 就是 梁小姐 Natasha呢 她就 剛才談了一句話 就是 特別讓我精神的 就是她說 AI其實不可以replace human 那我想起碼我應該還有點 著用對不對 價值 那第三呢 就是 羅總 羅總 因為我買了她的股票嘛 所以她 她告訴我 我需要長期要 要搶詐 廣東話說 就是要 一路一路買下去 因為 她給了我很多的vision 給了很多 願望 那 剛才的講述呢 對我來講 真的好像一個 堅達的出奇蛋 一個堅達的出奇蛋 一次滿足我三個願望 所以我 特別特別期待的話呢 還有就是 特別的興奮 那 我 先問一些問題 看 如果你們有些啟發 也可以 一路問好嗎 都是一個很輕鬆的狀態 那我第一個問題呢 我就 想 先問 Natasha 我覺得Natasha 她覺得她 either Speaking English or 廣東話比較簡單 所以 她可能用她 比較舒服的語言 才可以 我 我用廣東話 我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剛才看到她 Pierson 她們在搞小英 對吧 那麼 這麼好玩的東西 你們剛才說的 就是一個 pilot的狀態 就是現在正在試 我首先想問 這個pilot 由你 想到 到 準備推出 大約那個 時間線要多久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猜 其實你們是怎麼收錢的 這件事 其實 我們跟Microsoft的合作 是由去年 年中開始 開始聊天 因為Microsoft的技術 存在了幾年 他們其實自己 發展了一些東西 我們只不過是 用回他們以後的技術 再配合我們的內容 然後我們再想一個 新的產品形態出來 所以我想製作 就幾個月的事情 但我想他們背後的技術研發 我想 當然是幾年的事情 即是他們是 Microsoft 是想了一個 平台 或者這個 發佈知識的 一個想法 接著就找你去 試一下 原來 教英文是可以這樣 配合下去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如果大家 在Microsoft的公眾號 他們有一個 叫微軟小英 WeChat的公眾號 所以他們自己 做了一個 成人 或者公眾的 應用程式 然後我們就覺得 有一些內容 那些技術 亦都很配合我們的需求 但就不是 有一些東西 可能要調節一下 給小學生 學英文 所以我們跟他們一起 談了一個新的產品 就是浪文小英 那 如何收費 會合理呢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 其實 因為暫時 都是一個 Pilot 的階段 所以我們現在是免費 給我們的學生 使用的 即是現在可以使用的 即是 現在正在使用 Lama Welcome to English 的學生 我們有一些 assess code 給他們 他們可以使用的 現在我想 大概有 幾萬個學生 當時在使用的 有沒有地域的分別 即是只是內地 還是有WeChat 暫時 暫時只是內地 只是內地 因為大部分都是內地的學校 我們都是 通過學校去安排 即是透過學校去發放 你們估計Pilot之後 什麼時候發展 沒有特別的 這個等我老闆決定 等我老闆決定 好 剛才問了一點 我還有興趣 因為這些 不知道怎樣收錢 好 那第二個問題 我很想問 就是方總 因為方總 跟剛才談 你發現很多知識的 收費的 搞的 一些朋友呢 都是90後的年輕人 對嗎 比較多 有部分 對 那對我來講 我這些老人家 怎麼可以想個方法 你可以給我一些秘密 怎麼可以 一些老人家也可以 透過這個知識 收費呢 可不可以多講一點 其實今天是這樣子的 就是今天在中國的知識 富衛市場裡面 其實真正的有信力的 還是那些過去 在知識領域裡面 有名的專家 就是像您這樣子的 小部分 是年輕一代的 他們的差別在於 你老一代的人 他的知識比較豐富 他的名氣比較豐厚 然後同時呢 他的講述的經驗也比較好 這群人其實今天在 大東市場裡面 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你看得到的專欄的話 得到的基本上 都是相對年長的人 像吳君啊 像吳伯帆啊 像這個劉任這樣子的人 劉任已經是裡面 非常年輕的了 然後呢 面向年輕一代的呢 是說可能你講一些 跟年輕一代 比如說我要怎麼旅遊 我要怎麼樣 年輕一代人 比如90後怎麼樣 理財 那麼這個時候 一個年紀大的人 去給他們講呢 你就沒辦法理解 他們那些實際的狀況 而這些內容 就相對來說 需要靠年輕一代的人來講 大概是這麼一個區分的方式 就跟今天中午我們也討論過 比如說今天中午的話 今年的香港書籍呢 知名的演講者 可能龍英台 龍英台的話 我們這些人都是在 2000年左右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很知道他了 但是他在18年之後 他依然是一個 非常知名的文化的標誌 對明白 我有一個follow up的問題 就是我記得很多年前 就是香港剛剛互聯網 比較開始的年代 那個時候有一個網站 就是怎麼講 就是我記得就是他找了 在香港很多的專家 包括可能是 他是一個運動的專家 可能他是搞醫療的種種 那他是怎麼好玩呢 就是他把這些專家的照片 跟他的什麼厲害呢 放在網上 那個時候還沒有手機的 那怎麼搞呢 就是所有人在 互聯網裡面 你就可以打你的問題 在上面去問他 他們等一下就會回答你 就是給你一個expert的意見 那到最後當然這個網站就死掉了 因為那個時候 也是收不了錢嘛 那我剛才看你的powerpoint 你就說你的很多專家 subscribe 就可以收199 對嘛 人民幣 那我就想 這個要我付199 這個付費 背後的 推動是什麼 因為這個我想 是很多出版的人都在想 我怎麼可以拿到他人家 pocket裡面的199 因為這個是很難的事情 你是專家可以給我們一點的 今天我想就是 國內的199 我不知道類比到香港的市場來 相當於多少錢 國內的圖書的話 通常的價格在50人民幣左右 199的相當於四本書的價格 今天呢 每一個全聯訂閱專欄 實際上給人的數量 我覺得就是四本書 甚至八本書這樣的範圍 你心裡的感受就是 我付了199 可以得到相當於八本書的內容 只不過這些書 不是印刷成紫本的 而是說需要一個人用語音的方式 把它一天一天的講出來的 它是在一年每個工作日的 週一到週五 每天給你講十幾分鐘 然後呢全年兩百六十集 你可以算一下大概的文字量 或者多少的量 所以今天我覺得 實際上這些所有的付費 專欄第199的價格 還是在以一個大數量 來讓讀者覺得我購買的是 比較值得的 明白明白 然後我倒是可以跟一下 您剛才說的這個 是專家訪問的 專家的這個問題 專家這個問題 就是國內的市場上 第一個真正的是說 讓大家在互聯網上 為知識付費的產品呢 我們都覺得是 在行這樣的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它怎樣做的 是說 我們在在行上面 可以預約一個專家 這個專家它有一個標價 如果我跟他 預約了之後 我跟他線下聊 一個小時 我需要付300人民幣 或者說有的專家 訂的費比較高 付1000人民幣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產品呢 我們線上預約 線下見面來預約 這樣的見面 向他咨詢意見 這樣的一個產品 實際上到今天為止 依然是一個 您交易量 可能在幾十萬次 人次的一個產品 那麼這樣的產品的話 我覺得它依然是有價值的 比如說我最近有個朋友 為什麼要這樣的 他約我 然後呢 後來我見面了之後 當然不是費約 因為我跟他很熟悉 我說你不用約我 我們就吃飯好了 他後來跟我講說 他在兩天的時間裡面 約了二十幾個人 否則的話 我要靠朋友關係確認的話 我是很難在兩天的時間 密集約人的 但是他可以在在行上面 找到二十幾個人 為他來解決他今天 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然後之後 他聽了幾十個人的意見之後呢 他就可以了解 是說OK 我的企業裡面這個產品 我大概有一個 什麼樣的思路 所以這樣的一個 產品形態 其實在今天 依然是很有價值的 說不定在香港這個 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很集中的市場上面 說不定依然是可以來嘗試的 對 這個也可以試試 好 謝謝方總 那看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剛才都是說少 如果真的有問題 就不用客氣 是不是你們是給他寫還是什麼 還是用 現在改了 都是very interactive OK very good 好請 對不起我的問題比較長 所以難得寫 簡單一點 我想問問那個方君先生 因為跟你也是老朋友 其實我們昨天有聊到 就是那個知識服務產品的 開發的費用 就比如說像你剛才講到一個 199元的定價的那個 這樣一個很成功的產品 通常需要開發的費用是多少呢 就比如說從我來自的那個 傳統出版來說 可能我們一本書的總體的 投入的成本大概就是幾萬 或者是十幾萬元吧 就從出版到印刷到發行 但如果一個知識產品的 這個開發成本大概是多少 另外就是這個成本 它跟市場規模會不會有關係 就你剛才講到 比如這些產品它能夠支撐 可能跟中國內地大量的人口 是可以支撐到這樣的一種 高投入的那個知識服務產品 但是如果像香港這樣有很集中的市場的話 如果是一個高投入的知識產品 我說相對出版來說 投入比較高的話 我們會不會變成一個 出版行業的一個門檻呢 或者是就是對於高密度的 現在相對來說 利潤比較低的出版行業 我們想轉到那個知識服務的開發 會不會變成一個滿大的挑戰呢 對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挑戰 不過我覺得先從那個金額開始算起吧 比如說首先我覺得 首先這個中國在大陸市場上出版市場 依然是出版一本書 能夠賣個幾千冊 一萬冊就可以很不錯了 那麼今天做一個知識服務的產品 如果這個產品能夠銷量一萬份 一萬份的一個訂閱專欄 那麼它的商業價值也可以足夠於支撐它的成本 所以這並不需要一個多大的基數 而你沒有可能找到這一千個人 或一萬個人 或者說幾萬個人 我覺得可能在香港市場上 你可能需要壓低成本的話 因為你沒有可能找到這五千個人就夠了 並不需要去考慮說 我那兒有幾千萬人幾億人 幾千萬人幾億人的產品是羅總要考慮的 知識服務產品我往往考慮的時候 我就沒有可能找到一千個到五千個付費給我的人 就可以了 然後再談談它的成本 談它的成本的話 我覺得今天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知識付費的專欄 也就是說一年出版兩百六十幾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的話 它可能需要的成本是這樣子的 一個它可能需要一個作者 這個作者幾乎要把他所有的工作日的時間 拿出來 他一年的工作的時間拿出來 做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這個作者 他假如分走百分之五十的收益的話 至少要跟他今天 在做其他的相關的工作的收益相當 第二個呢 可能你對應的製作方 需要那個有一個人來負責幫他編輯文本 幫他協助他進行錄音 協助他進行剪輯 這個部分會議部分成本 因此 我覺得這樣的兩個成本呢 我們也假設說 音頻後面還設計了一個公司的整個的運作成本 也就是說需要兩個類似於這個專家 他一年全年的收入的成本 你就有機會來製作一個音頻產品 然後這樣的一個產品呢 我們來放到一個平台上進行售賣的時候 通常平台會收取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費用 這個費用 並不一定平台全部收走了 因為還可能會涉及到其他的費用 所以說 有可能我們需要四個這個專家 全年收入的這樣的一個成本 能獲這個收入的話 我這個產品就有機會在市場上打拼 大概我覺得這麼算或是比較合理 但是至於說得到的話 得到我們會認為是說 他當年做了一些產品的時候 多數的情況之下 他的專家銷量會在兩萬五千份以上 他這個產品可能對他來講 他的製作成本比別人要高 所以說他可能就能夠打平 他今天其實大部分的產品銷量在五萬份左右的範圍 那就是他的利潤空間依然是非常高 那麼別的有一些 像喜馬拉雅找一些專家做的產品呢 他可能大部分的銷量在一到兩萬份這個範圍 但是呢 因為大家又在想別的辦法壓提成本 最後呢也是有人願意去製作了這部分產品了 我覺得成本的測算 最後是放在這樣的一個角度來測算會比較合理 但我覺得沒必要去考慮說這個市場 總體的人數的技術 因為那個市場會是另外的話題 然後因為要考慮的人數呢 比如說我一個產品要做五千人的 有可能在香港市場上 我做一個如何理財的產品 就可能很容易找到五千個人 但是如果我做一個非常非常學術的內容 有可能我就只能夠找到兩百人 有可能是這樣的考慮 謝謝 好 這個卓姐的事情 我覺得香港的卓姐很慘的 如果她純是寫東西呢 她一定都過不了火 所以她最後要跑到電視台拍劇 或者是她跑到電台講個節目比較簡單 我打個鍵我有問題問羅種 我是現在以股東的身份去問她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剛才聽 粵文應該投放了不少的資源在大數據跟AI 我剛才聽你們好像已經在research一些 包括怎樣可以telermade一些內容給你的獨解群 那你們其實現在是不是真的投放了很多機緣 在找好像一條formula 就是怎麼樣的寫故事的方法是最賺錢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韓劇是這種的 他們就是投放了很多機緣去搞這些 找一個最多人喜歡的結局 找一些最喜歡的明星 那些人不喜歡的 他就把它拿掉種種 那現在粵文有沒有特別把百分之多少的收入 就是投放在這個research裡面呢 目前來說呢 我們認為 就是我們還是比較傳統的文學創作的這種理念 我們認為創作是一種非常私人的事情 那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想法 不管你是寫喜劇還是喜悲劇 沒有人可以強迫他去扭轉他的觀念 所以通常我們會說 我們做的數據的話呢 會給作者兩個比較大的支持 一個支持就是支持的儲備 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歷史專家 都是情感專家 都是民俗專家 但他要寫的比較真實 那他必須需要有人幫助他 說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那另一塊呢 其實是我們叫試錯 或者叫容錯的機制 什麼概念 就是或許我們不會教他 怎麼樣寫 還有更多的人買你 可以讓你的收入更高 但是我一定會告訴你 你一定不能這樣寫 因為這樣寫一定會完蛋 那只要你把坑避開 我們說這個陷阱避開 那他會成功的概率就會高一些 一旦他只要有這個前置 他就會更加容易成功一些 但是真的 成功是沒有辦法教的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我能教你成功 他一定是個騙子 對 所以我們通常是 教你避免失敗 不會教你成功 不失敗就代表成功了一半 對 或許吧 沒有朋友有問題 後面有幾位 謝謝 先來這位女孩 你好 我想問一下Natasha良女士 就是現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的 就是青年的英語教育的產品 那作為就是 學生或者家長應該怎麼樣去挑選 或者是辨別哪些是適合自己的好的產品 你可以說廣東話嗎 我想買PSN都可以的 就簡單回答你 是嗎 其實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產品 我想也要看回他的內容 因為有一些可能他的技術層面是做得比較好 但是我們也有看過 可能譬如 譬如學英文 可能那些英文 也不知道有什麼人寫 也有一些 譬如說 其實是想跟著音樂 是學習比較正宗的英文發音 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真的用了機械的 他是自動的 就是我們稱為text-to-speech 那種技術 現在我覺得還是差一點 還是比真人 你找一個內容的語言 去錄音 那種技術的效果是差一點的 有一些他們或是省成本 就找了一些不是內容的語言 或者可能找到本地人的獨法 可能有些是印度的口音 或者是中國的口音 或者是廣東話的口音 也要視乎家長 可能會想找一些比較正宗的口音 我想這些內容方面 也要留意一下 但是因為實在太多了 我也沒有辦法說到 說哪些人好哪些不好 我想其實 口碑也很重要 看看其他家長的用戶 覺得其實用了之後 原來有些中了服 大家可以避免 所以Persen比較合理 我覺得是一開始答了 有沒有第二位朋友 剛才有人舉手 這邊 謝謝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羅總 關於粵文集團的問題 其實剛才聽說 就是網絡閱讀 是有很大的讀者 那我想請問 就是有沒有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有些作品 它在網絡上火了 拍成電視劇了之後 其實他們也會出一些實體的作品 而且也有一定的讀者去買 那其實你怎麼看待 現在這樣的一個消費模式 另外就是剛才羅總其實提到了 未來可能有一些新的發展 比方說可能要做一個虛擬的人氣偶像 就像一個機器人一樣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為 其實閱讀文字 它現在的價值還並不是那麼的高 而且可能貴公司還要去花其他的時間 去研發一些更賺錢的東西 甚至是把一些作品的內容 Facialize 好像就是跟本來閱讀文字有點不太一樣 會不會違背了你們的初衷 謝謝 OK 這個好像也非常非常的犀利 對 我們先說第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認為 我們一直認為 為什麼要提出泛娛樂的概念 或者說全產業的概念 我們是認為文化產品 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是互通的 那只要有一環節做好 那麼就會給其他的環節帶來收益 簡單說就是有更多的人 願意在這個環節上來做你的文化產品 或者是改編 或者是出版 所以如果說可能小說也很紅 電視劇也很紅 竟然有人願意出版的話 我認為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其實這個模式 應該說是非常自然而然的 而並非是說是強硬的 一定要這樣去做的 所以我們很多作家 比如在說的時候唐家三少 他雖然影視劇還沒有被證明過 可是他的遊戲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他的出版小說 現在也很成功 也是我們現在出版作品 這個記錄的保持著 他的每一本小說的出版量 大概是在70萬冊的樣子 所以我們樂文其實 反而一直是非常主張是這種 可以自循環的 封閉式的內容的孵化模式的 每一環 一環一環的放大 一環一環的去滾大這個IP的價值 那回到第二個問題 我們是這樣認為 我剛才其實在闡述的時候 我一直說 閱讀並不是那麼的單一 我們應該放開我們的眼界 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個作者創造這個作品 他講述的是什麼 而不要僅僅覺得說 只有文字才是閱讀 所以閱文集團之所以 是從文字開始做 那因為很簡單 當時我們除了做文字 也不會做別的 我們沒有這個 而且當時的國內市場 也沒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讓你去做 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 劇啊動漫都沒有起來 而文字創作是一種 相對比較容易 並且也可以迅速擴張的一種手段 而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初衷一直是 把我們喜歡的故事 傳播到任何一個 喜歡看故事的人的眼前 所以這個故事 未必一定是文字 它可以是中華漫畫 也可以是影視作品 甚至是遊戲 所以這個 並沒有违背我們的初衷 當然我們還有第二點 就是可以引申一下 這個其實也是 我以為以前做過出版 我認為傳統的出版 其實它有它的一個 非常大的局限性 就是其實它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它很多事情 並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 我打個比方來說 大家都知道出版是媒體 是屬於傳媒的一部分 可是我們想像一下 電影有傳媒的機構 做宣傳發行的 特別我們是說宣傳部分 它宣傳是要收錢的 但是出版的話 你把一個默默無論的作者 假設你通過出版商的努力 把它變成一個熱門的作品 它變得很有名 它會有人要去改編遊戲的 有人拿去做影視劇的 可是你這部分的宣傳 有收過錢嗎 沒有吧 沒有一家出版社收過錢吧 甚至很多時候 出版商是 改編權我是不會拿的 作者自己去處理吧 其實在新的傳播領域裡面 或者新的叫翻娛樂的概念裡面 其實出版商的這部分的努力 跟工作價值是被拿走了 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說 就應該回到原來公平的狀態 那我們做的是這些事情 作者做的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公平的回報 這個是我們在做 閱文的模式裡面 所遵循的一個原則 所以下游的改編權 我們會跟作者一起來分配 改編出來的商品 我們跟作者一起來分配 那當然 你也剛才說到的一個改編的問題 但是我重新說一步 因為我們也看到很多改編失敗的案例 改編失敗的很多情況下 都是由於對內容的誤解 和內容的不 怎麼說呢 應該說是不尊重 這也是閱文必須要 進入到下游的一個原因 因為如果大家都把這些作品 做爛掉的話 那作家也不開心 我們也不開心 但事實上我們說一個好故事 改成任何商品 或者改成任何文化形式 它都應該是一個好故事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每一次我們搞這個出版論壇 因為來的一般都是專業的朋友 所以呢 其實我們每一次來的時候 都希望我們的嘉賓可以多 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去轉型 那今年的題目 特別是關於新的科技的 所以我想特別focus在這個area 就是三位嘉賓也可以給我們一點tips 一點給我們一些思考的地方 就是好像剛才羅總講的 就是我們傳統的出版人 一般的思維都是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對於外面的人 對你們來講 你們應該是現在是 踏進了很多非出版的狀態 那你們從外面看我們的時候 你覺得如果我們還要生存的話呢 在未來幾年我們還要 如果出版業還要繼續下去的話呢 你們有些什麼 提示 有些什麼中告給我們 就是我們應該怎麼找 怎麼可以跳出我們的 comfort zone 跳出我們的安全的區域 才可以繼續下去呢 我希望你們可以給我們在座的一些出版人 就是一點點的fix 那先請Natasha談一談 你透過你們龐大的公司 跟你們的大數據種種 或者是你在外面很外置的狀態 怎麼去看我們傳統出版 我只可以分享一下經驗 或者感受 因為我們Piersons 大家都知道 是出版子本教科書 很多年 大家眼中 我們都是書商 在很多傳媒的眼中 雖然我們其實都有很多 Digital的 content 但大部分都是 只是用來支持我們子本的教科書 其實由去年開始 我們就接觸很多行業以外的 提供一些技術公司 Microsoft是其中一間 但其實我們都跟很多其他的 合作 有合作 這是以前從來都沒有試過的 我想跟外面的公司合作 是有一個很大的衝擊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 從別人的眼光 看回自己 原來是這樣 別人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 原來我們都挺慢的 我們傳統行業 可能是 有些東西是 沒有人那麼快的 人家可能一些 比較 新興一些的 AdTech Company 可能是 可以很快 做到我們公司 可能一年都未必做到的 我想 尤其是 還有一些 思維方式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尤其是我們 我編輯這個行業 尤其是比較 封閉一點 比較少接觸外面的世界 我覺得是 有多大的衝擊 還有是 會 令我們想多些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去想 原來 內容可以 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現 是超越了我們以前 想的東西 不單止只是 ebook 或者是一個平台 這麼簡單 可能有一些 是從來沒有想過的 都可以實現到 我覺得這個是 我最大的感受 所以Natasha跟我們分享 就是她跟 Microsoft合作的時候 她 讓她知道 其實是做一個 傳統出版的時候 其實 應該開放一點 因為可能我們 一路的想法 都是比較 orthodox 就是很傳統 所以從來沒有 不知道 原來其他行業的人 其實走得很遠 或者走得很 想法很歡 所以 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把自己 固有的 那個 area 就是要衝破一點 第二 就是想請教 羅總 Follow up 就是我剛才問的 就是 羅總剛才已經談了 就是 好像我們在 照顧一個IP product時候 很多area 我們沒有收錢 對嗎 一個傳統的 我們狀態好像都是 拱手上讓 給人家去 踏進來 那 有些什麼其他的 tips給我們 OK 其實我要想很多 因為我恰恰是一個 在傳統出版也做過 因為我以前 有幹過漫畫的出版 單行本 雜誌都幹過 然後後來做了 我們網絡的出版 我覺得其實 最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在於說 我們千萬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特別是傳統出版人 都會被一些 錯誤的正確觀點所誤導 什麼叫錯誤的正確觀點呢 比如說我說一句話 我說 只要我們永遠做 用戶或者讀者喜歡的內容 我相信我們的出版 就不會被淘汰 這個話聽起來 是不是像正確的 可是大家看看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就像我以前做的漫畫行業 你看現在的日本出版社 日本漫畫社 他們依然還做著他們的用戶 喜歡的 受歡迎的內容 可是跟過去相比呢 我覺得已經快到了危機的邊緣了 他們沒有做錯什麼 一直做得很正確 又比如說我們在業內 互聯網業內 一直提的一個著名的公司 比如諾基亞 Nokia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錯 可是他們失敗了 就是很多時候是說 你沒有錯 可是你做的事情 可能已經被這個時代淘汰了 或者說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你一直做得很好 沒有人可以打敗你 可是今天你被打敗的是那些 從別的地方過來的 跨界過來的人 他根本幹的跟你不是同一件事情 就好像立地的一個著名的案例 就是說 康師傅方便面 為什麼現在不行了 因為他是被送外賣的打敗了 對不對 那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說做出版的話 首先要放棄概念說 現在有時候可以說 我到底是做什麼的 如果今天還定義說 我是做出版的 那可能你就會 陷在這個局面裡面 你一再想做很多 細節上的修補 要在每一個細節上做得完美 要比別的同行做得更好 那獲得更大的市場 可是如果你放開這個時候說 其實我們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做的還是文化 對不對 那做的是文化 那有些什麼東西 是不會被變掉的 不會被淘汰的 比如說 我說其實我們在過去到現在幾百年 幾十年 或者最近的幾年 我們在給讀者找一個好的知識 有用的知識 那我相信過去 現在未來不會被淘汰 那我是會給讀者找一個好的故事 過去現在未來也不會被淘汰 那至於說這個知識 這個故事 用什麼方式表現 那我不管你用什麼方式表現 其實它還是出版 不管是傳統出版 還是數字出版 甚至於說哪天我書都不用了 可能未來全是四項化了 也沒有關係啊 無非就是講故事的手段不一樣 本來是書 現在我變成有人表演 或者是乾脆去用那些訓練偶像表演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編輯干的 還是講好故事的事情 那當然 因為手段變了 你所掌握的技能也會有改變 但是我認為這件事情 並不是完全不可接受 或者說不可以做好的 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內地有一家出版公司 當我知道它的時候 它叫什麼公司 叫如意猩猩出版社 它是一些出小說的 從我這邊拿了很多小說去出版 但是它其實慢慢的 它最後干了什麼事 是它把那些好的小說 好的故事 去跟那些影視商去做結合 去做中間的策劃人 去投資於這些劇 比如說它做了聰聰那一年 它做了很多有名的電影 然後它就變成了 叫如意猩猩文化 它就是迅速地 把自己有一個出版商的身份 轉成了一個文化公司的身份 然後很快地就能取得成功 所以如果大家回到這個原點的話 說我作為一個文化的人 我知道什麼是好故事 我知道什麼樣是好的知識 那很可能 你很快就能獲得新的成功 所以羅總教我就是 做文化人做出版人知識 基本上是沒有界線的 手段是不停在變 但是內容還在 那我們怎麼去 那個內容是比較重要 那最後我想請方總記 我們解答我們一下 不敢 就是如果在座的主要是出版業的人士的話 我覺得可能最需要關注的是說 過去我們太喜歡文字了 我們一定是把所有的東西 變成文字 然後變成可以印刷的文字 這一點我們都太關注了 但是實際上 今天的話 再把這些知識 信息變成一個文字 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可以做得非常極致了 而且這件事情已經被 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互聯網 所取代了 而過去的兩年我自己體會的知識付費呢 實際上最大的體會就是音頻 我開始的時候也很抗拒 因為我可能會聽audible聽書 但是我覺得是說 所有的知識靠音頻方式來獲取是對的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覺得在我自己作為一個作者 作為一個講者 以及我作為的那些出版業的朋友 他們開始接受了音頻這個形式的時候 我們發現音頻呢 它恰恰跟我們過去熟悉的這個文字 差別太大了 的確讓我們一下子跳出了 原來自己很熟悉的那個領域 然後比如我以作者來講的話 過去我們寫的文字都是非常蕙色的 但是當我們需要用15分鐘的音頻 來給大家講的時候 那我可能只能講 相對來說 要更加淺顯易懂的道理 需要講很多很多的故事 其實過去我們寫 像我們這些喜歡寫道理的人 是不講故事的 但是我們要寫音頻的時候 必須全是故事 全是案例 這就是差別 對出版業的人也是一樣的 過去呢 他們認為這樣的文字 可能來了之後稍稍改編 然後可以印製出來了 但是他們會發現 在製作音頻的過程中 作者開始給的那個文稿 要經過多輪多輪的改造 然後最後才會變成一個 可以進行音頻的錄製 然後最後剪輯的一個文稿 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們也相應的 對文字的打磨的工作 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覺得 所以說如果在座的 都是出版業的同行的話 可以去想一想是說 我也沒有可能 我們不再把印刷的文字 作為我的最終載體 而把音頻 把耳朵聽 作為我的最終載體 這一步跨出去了 說不定 後面後續 後續的很多變化 就開始發生了 謝謝方總 那我聽到他就叫說 我除了文字之外呢 做出版 其實現在要 sharpen 我們的skills 每一張道都要理 包括他談的視頻種種 除了你寫 也要presentation 你要聽 可能要唱 對嗎 這樣才不知道 好 那 可以最後給一個 掌聲給我們三位嘉賓 因為他們都是 給我們分享了 非常精彩的內容 謝謝 謝謝 謝謝